大火由车厢冒出 车窗的玻璃被烧毁 涌出的火热烧通整架巴士 其中一架巴士烧到剩下车架 车头部分的支架更加烧至塌下来 消防不断射水灌构 冒出大量的农烟 附近居民部分要疏散 事发在13号凌晨4点半 池云山梭华街巴士总站 三架3D路线的巴士着火 消防出动两条喉 以及两队烟雾队灌构 用了个几钟后将火构式 附近大厦一名68岁的保安 怀疑吸入龙烟不息 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消防初步调查相信 其中一架巴士车头首先起火 并没有自然起火原因 认为火警有可疑 交由黄大仙警区重案组跟进 WOW TV 洪嘉伦报道